看这里头条 终于发现一条了 今晚的第一条货 不仔细看了根本看不到 三条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放那种鲤鱼苗现在有多大了 你看 现在有这么大了 快有手指这么粗了 漂亮 好多小鱼 这么多跑来跑去 这个鲤鱼苗放下去 头发是这么大 全部有这么大了 可以全部看得到有小毛小手指那么大了 哇这块钱好多 串来串去的 放上小吧 应该是今天刚刚 长出来的 你看这个大树上有条长虫 今天跟我同学来这里夹黄色 他才加了两条我加三条 现在货很少了 他才加了两条我加三条 现在货很少了 两条了 发现一条了 夹起来 挺大这条 跑了 跑了 我下去找一下 看着他跑到这下面呢 还不错 还不错 到下面去再找一下 这里又有条 这里又有条 上货 这个鱼苗都这么大了 小鲤鱼苗 头发是那么大放下去的 把它捞起来 在这个水沟里 这么大了 放下去 头发是那么大的 把它逮回去 放到水沟 刚好家里有个小鱼汤 放进去 那条鲤鱼 漂亮 缩缩缩过去了 好多鲤鱼 土皮蛙 老底坐仓蛙 看 看着他在这里溜下去吧 跑过去了 漂亮吧 速到了那边 找黄山往前还是小心点 你看 跳舞的 现在黄山很狡猾 你看 露一点头 太小了把它放了 那边又有一条 跑进去了 我以为是黄山的泥蛇 这么大 这块天好多鱼哦 好多鱼鸟哦 好多鱼鸟哦 你看这个鱼鸟密密麻麻的 这块天好多鱼哦 好多鱼鸟哦 他特别喜欢吃这种小鱼鱼鸟 一个晚上要吃十几条的 他在这里呼吸鱼鸟 我就来这里呼吸黄山了 还是包文的 上货 这一块大鱼鸟 跑吧 是不是 跑到这个水澡下去了 还是 钻到那个泥巴里去了 还在这里 差点跑了 这是什么 银环了 好大 也有一条 跑下去了 徒手太难抓了 丢了 这个小鲤鱼 抓住了 抓住了 我以为它要跑了 还有扎的 这里还有一条 跑到手里来了 抓了四条的在这个水沟里 去 徒手被抓了一条 来 把那个水给它放下去 跑上去了 来 必须把它抓了 抓住了 来来来 我这点 跑到洞里去了 跑到洞里去了 有了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晚上的收获 这个小鲤鱼 这个小鲤鱼 搞了几条 一斤多是油 好 拜拜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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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